大家好,又到《师傅说你知》的时间了。 今晚我说一说,做戏子的师傅一定不会长久。 但什么叫戏子呢?比较不太尊重演戏的人。 什么是《师傅》呢?一个专业的宗教律师。 如果是戏子,就一定会是《师傅》。 如果是《师傅》,怎么就可以当戏子呢? 即是,一个戏子的《师傅》,他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师傅》。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斑姚问一件事,如果大多数人打开报纸、雜誌、电视机, 看一些灵异节目,而上面有一些自称是《师傅》的人坐在那里。 那你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的心目中是追求什么呢? 追求灵异片的感觉,那就没问题。 纯粹你就是当一个娱乐。 但如果你是追求一个专业的讲解, 那问题可能会有很多人在里面。 我不是胸口讲白话的。 我在这一行二十年, 以前的香港,不管是雜誌也好, 尤其是任何传媒也好, 没有那么夸张。 真的,出来的师傅, 不管是法科也好, 风水玄学也好, 都没有那么夸张。 在台湾上, 都没有那么夸张。 我不知道浅峰是否在台湾传过来。 我有即可寻的。 如果对台湾来说, 我想我不是很大了解, 但我了解亦不少。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好像我本著作, 当年出书, 在台湾, 他也是一个公坛的主持人, 很厉害的。 如果看他的网站, 什么服务项目都有, 什么法门交给人都有, 连非洲的爱情讲也有。 我听都没听过, 电影都没见过, 都有的。 结果怎样? 结果怎样? 我告过的时候, 他很意气功发。 结果? 抄我了。 香港, 某个电视台, 很多年前, 某个很出名的师傅, 大队过去台湾拍摄。 一个自称养鬼, 养鬼很厉害的人, 台湾叫养小鬼。 直接访问他的坛, 主持人出来, 拿着鬼仔在手上, 如何感应, 如何感应, 很出名的。 结果怎样? 因为侵犯女性, 被台湾警方抓了。 之前还有一个叫, 我忘记了, 叫宗教之狼, 又是侵犯女性, 被台湾警察抓了。 他们都是常常上电视的, 常常跟一些, 和一些, 和一些, 一起拍照, 拍照, 很出名的。 结果怎样? 这些就是, 戏子师傅。 我称呼他师傅, 我想我会很给他面子。 很多人就是这样, 这样的途径, 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 然后被骗。 他开了法门很多的。 我以前在网上讲过很多很多次, 解释了给别人听, 为什么会这样。 你说我事后恐明, 没有说话可说。 未发生这些事之前, 我已经叫大家小心, 大家小心。 一样有人中。 那证明我没有说谎呢? 好了, 震锋出来过来香港, 连在香港, 冻鸡蛋, 这些力学东西。 之前我们发过, 鬼王关门, 我徒弟, 郑元师傅, 都有亲身示范。 去示范的时候, 已经是多一次一句了。 之前已经在网上, 有些朋友已经做了出来。 这种力学的东西, 都有人信的。 冻好的鸡蛋和胡仙, 有交往。 水的张力, 又可以有法力。 都是一种, 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做不好, 因为没有比较用心去想想, 或者自己尝试一下。 根本是很简单的, 一个小学生上堂都会懂的, 一个自然原理, 就是一个伤害的效果。 这就有人中了。 我常常中有一个说话, 巧不怕狗, 最重要是你受。 就是这个原因。 我现在讲一个主题就是, 做戏指的师傅, 不会长久。 现在很多例子都出来了。 要是让一些聪明一点的观众, 当场踢爆。 哦, 时间不稳定, 什么现场, 根本的标准都不适合时间。 这些网络出来, 有些人就直接拍了一些影片, 放到网上, 如何证明他们。 但是, 仍然有人信这些伤害, 所谓的事。 我真的讨不着头脑, 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 如果, 做一个电视, 做一个, 做一个, 上电视, 受访问受得多, 就是叫出名。 那我想真的, 不用去学什么了。 我想去影艺学院, 讨不少出来都可以。 是吧? 两样事来的嘛。 就是等于一个演员, 一个艺人, 他有他的专业, 因为他是演艺生的生涯。 一个师傅, 是法科的, 他有专业, 是法科上的专业。 两者根本扯不上关系。 还有最惨的一件事, 就是两大原理就是, 吹捧迷信, 和善信, 贪小便宜, 急凶近利。 才会导致这些情况。 现在已经, 一路一路, 那个情况越来越恶化。 越来越来越, 就是, 很明朗化的了。 如果大家留心点, 看一下, 在网上看一下, 有很多, 讲讲一下自己都熟了。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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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耕耘在做这个行为。 有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 其他网上的文章, 有时候, 我心里很酸, 很痛。 有些人, 真正去学法, 有些人, 真真正正去从事佛教事业, 就算好像泰国买佛牌也好。 他们真真正正去做, 他们都要赚钱, 我说过, 赚钱是应该的。 因为人要吃饭, 货也要货多来源, 租很多店租, 货的商务, 请商用张开装会下金钱, 所以, 我觉得是正常。 但是, 这些密密耕耕的人, 就被这些被掛住羊头, 卖狗肉的人, 就被隔着。 人很简单, 很直接。 被一个人骗过, 被一个人骗过, 踩着护俠搜那些东西, 就是全部的 一觸犯了 全部都是不好的 好了,意识好的那些 就站在一起 不要说找不到食 找不到食,转行都不是问题 就算我今天做不到转行 我都不是问题 但我们当日 入这一行 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信这个宗教 又希望 一个宗教 找到一份工作 又是自己兴趣之而 又可以忽厚的 这是最完美的 就算任何工作 你找到自己兴趣 自己所学的 又可以做到一份工作 最完美 最怕自己所学 和自己所做的 不一致 或者生活 就无奈 但有这一班人出来 搞乱了这个行业 搞到乱七八糟 搞到很夸张 你留意在很多网上 真的骂得很厉害 那些节目怎样假发 你收档 那些什么 我觉得 传媒 去找收事 我说过很多次 正常 师傅 借传媒 令人知道自己 也要正常 但两者 一定要得到平衡 可以说而说 不应该说 就少出声 不懂的 就最好跟我收声 那是正常的 每个师傅 不一定会认识 不一样东西都会认识 我也有很多东西不认识 不认识就是求人 请教人 很丑 不要自己自创 是吧 动鸡蛋 又是和狐仙有缘 我动成百只 我全屋都有狐仙 没什么 这些东西 三岁都不信的东西 不是我不用做个节目 我可以跟他亲自的示范 这就是一种力学 你傻了 不要当人是白痴 所以我始终讲一句话 戏指的师傅 不长久 如果你计算 做得精不精彩 好不好戏 好戏 如果你是否一个师傅,你绝对不是一个师傅 我觉得令到这一行,其他真真正的做这一行的人会蒙羞 所以大众善心也好,要求的 这一行的师傅,首先,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税业 我说过很多次,第二,理性地去分析 不要只是一个节目,就会令到你完全相信 所以我一直由鬼王法门做到现在 师傅告诉你,里面的内容 我多数都是讲这一样东西 你留意我甚少讲请些什么和请些什么 反而我少讲这一样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真的平衡 我说过很多次,我一把口很少声 希望真的很多有心从事这一行 和真的在这一行,觉得应该做些东西 或者说些东西,大家出来写些文章 说些东西,让这里平衡 如果肯定是有活力的 那这个宗教界呢 那这个宗教界呢 才会不得到那些宗教界呢 才会覺得 善信才得到保障 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一个玄漠的结果 但是说 因為大家經常會去靈探 這裡又有鬼,那邊有鬼,這裡又有鬼 那邊就是中,那個就是中 你只會將那樣東西醜化 不但會令人覺得這個好像擾獸都市 不是那麼誇張的 只是講過很多次 所以變相大家做什麼都好,去理性一點,去分析 我始終好像今晚的駐石華時間,做戲子的師傅不長久 不如轉行,去做戲好過了 如果你想憑著去吹捧誇張,就可以令人相信有,絕對有 已經存在了很多,但是一定不會長久,也不會長久 遲早有人揭穿,就沒有意思了,對大家也不好 今晚的節目都差不多了,下集跟大家再講另一個題目,拜拜